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 今天要再讲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黑水》 平平无奇的律师罗比·比洛特 刚刚加入了塔夫托律师事务所成为合伙人 没想到第一天就有人来找事 两个装扮随便行为鲁莽的大老粗 自称是罗比的老乡 罗比的奶奶让他们来的 大老粗说他的牛被堵死了 让罗比帮他打官司 罗比决定回乡下老家查看一下 从奶奶家问到大老粗的地址 一进屋 大老粗就拿出一堆发黑的心肝肺 是他中毒奶牛的 总共死了190头 找了所有相关部门 没一个给解决问题 因为涉事企业杜邦公司 是全美最大的化工公司之一 财大气粗一手遮天 大老粗指望罗比帮忙 但罗比是专门给化工公司 做企业辩护的 于此宴会上 罗比遇到杜邦公司的法律顾问菲利普 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并要来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 牛群死亡是大老粗管理不善造成的 大老粗得知后火冒三丈 老子养了几十年牛 你们现在说我不会养牛 此时 一头奶牛远远看着两人 大老粗立即让罗比钻进车里 本该温顺的奶牛突然发疯一样冲过来 大老粗将其放倒 正是这一幕震撼了罗比 他决定不能让自己的家乡 继续被这样荼毒 又一次化学联盟晚宴上 罗比完全无心搜手 禁止找到菲利普开门见山 所要他们废物填埋场所有资料 要说这步操作挺虎的 这不就像打牌的时候 要求对方先亮底牌吗 对方气急败坏 罗比稳如泰山 此举算是正式宣战了 拿到法院传票 罗比逼对方亮底牌 杜邦公司当然不是擅长 运来了整整一卡车资料 赌的就是没人会去看完 布满灰尘的文件箱堆满整个房间 罗比没有一点犹豫和不知所措 立即开始整理 分类 真正干大事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此刻就是答案 一个文科律师 要弄懂一整屋复杂的化学资料 想想就窒息 经历了毫无头绪的两年 某天罗比忽然开窍 将自己脑中各种线索联系起来 得出这个结论 史上第一种用于坦克的防水涂层 是一种有毒的人造化学剂 杜邦公司将其重新命名为C8 加以改造制成特弗龙涂层 广泛用于平底锅上 这种涂层就是从罗比家乡的化工厂造出来的 当时很多工人都生病了 怀孕女工生出了畸形的孩子 所有这些杜邦公司都知道 因为他们早已在动物身上做过实验 为什么不停止 因为特弗龙一年可以带来十亿美元的利润 大老醋的牛就是喝了被污染的水毒死的 他和妻子也得了癌症 看到这一切的罗比非常难过 曾经帮杜邦公司做过辩护的经验 让他了解如何与之周全 而杜邦公司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他们碰到的是一个狠角色 那些为了为难罗比而送去的成堆材料 被一字不落的全看完了 并整理成136份证据 寄去了环保局 环保局召开听证会 并让罗比出庭作证 曾经杜邦患病工人的家属找到罗比 并告知了很多信息 罗比气到浑身发抖 他在令索提出集体诉讼的决定时 同事基本都不支持 老板汤姆凭借强大的社会责任感 帮罗比理排众议 集体诉讼的第一次庭审 杜邦公司找来了当地政府证人做后盾 把化学含量安全标准提高了十几倍 只得休庭寻找新的证据 令人欣慰的是媒体已经开始大肆报道 特弗龙的不安全性 在一场证人听证会上 罗比与杜邦CEO直接对质 用大量事实证据将对方怼得哑口无言 他表现得比CEO还要了解杜邦 结束之后就发现有人跟踪他 他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至此这场战争取得了第一阶段胜利 环保局对杜邦公司征收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罚款 但也仅仅只有1650万美元而已 根本不够 杜邦公司继续做出让步 提出清洁当地供水并支付居民7000万美元 成立独立科研小组 研究特弗龙是否导致了当地居民疾病的发生 如果有将对患病居民提供永久医疗监护 收集居民健康数据非常困难 很多人对这件事情并不重视 罗比提出绝妙的点子 每个来抽血的人都会得到400美金 检查站瞬间排起了长队 被检人数达到69000人 三年后大老粗去世了 很多当地居民都开始患病 人们开始抱怨罗比不作为 罗比和家人当初的证人都受到骚扰 专家组依然没出结果 长期被忽略的妻子开始抱怨罗比 政府停止了调查 开始和杜邦公司站到统一战线 尽可能地增加罗比律所的花销 迫使老板停止这桩案件 罗比的薪水被降到三分之一 没有客户再愿意雇佣他 排山倒海的压力一起袭来 罗比终于被压垮了 不大的年纪就出现了类似中风的症状 需要终身服药 某天在加油站 他遇到了那个特富龙生产线上 孕妇生出的畸形儿不羁 他已经成年 一高一低的眼睛略显恐怖 罗比心灰意冷 生活似乎陷入绝境时 科研小组打了电话 由于数据量过大 他们用了整整七年才得出结果 特富龙生产原料C8 直接导致了六种严重疾病 罗比终于看到了希望 但结果一出 杜邦公司立刻单方面撕毁了协定 拒绝旅行之前的承诺 想要赔偿就得打官司 这势必又要拖很久 当罗比意识到体制政府都无法保护这些人时 他决定死磕到底 无论花费多少时间精力 他要帮这3535个受害人打所有官司 最终杜邦拿出六亿七千零七十万美元 对所有诉讼进行了调解 在这场战役中 罗比孤身一人 整整战斗了二十年 一直以为那些会打架的肌肉猛男很硬汉 现在觉得不 这才是真正的硬汉 自私人都帮助声 最终杨花费 实际上说 父亲之为 owed 阮